火星出色探索计划的火星船长华晨宇 花花登场 掌声欢迎 欢迎花花 首先给我们屏幕前方以及现场的所有火星探测员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到这个火星出色的探索计划 我花花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今天的造型打扮我觉得都充满了满满的未来感 那今天作为我们的火星船长 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现场和线上所有火星探测员分享的 今天就非常的开心 可以担任船长 然后带领我们一起来进行探索 是的我们也期待 稍后会有非常美妙的享受好不好 好的 那其实说到火星 我觉得火星非常吸引我们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颜色真的非常独特 非常的饱和 非常浓烈 那正如现在我们屏幕上方 为大家展示的就是来自我们火星的自然风貌 自然风光 当然我们欧莱雅最新推出的三个颜色 也是灵感来自于这些风光的地貌 那在这里我想考一考 花花 我们最新推出的三款颜色分别是 7.25火星粉钟 7.35太空烟青 以及7.45日落终局 对于花花作为我们的火星船长 知不知道这三款颜色分别来自于我们火星的哪三个地貌呢 是不是有一点难度 这个还好 7.25的火星粉钟是来自这个赤红色山丘 是的 刚刚有听到我介绍对不对 赤红色山丘 然后7.35太空烟青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青灰色的岩石 对 然后7.45日落终局是来自这个 这个棕色的沙漠 哦是的 完全正确 我们三款颜色呢 我们的火星船长完全回答正确 也是做足了功课提前啊 非常的称职 那今天呢我们给我们的火星船长也是准备了三个任务 开启我们的探索计划 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索计划 首先呢我们的屏幕上方呢会有一个我们的火星地图 花花每挑战成功一个关卡 我们的地图就会往前走一步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首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关卡就是我们的火星撞色 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我们的火星撞色的道具 拿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方 好我们的游戏规则也是非常的简单 在我们的右侧有一个转盘 转盘上方呢有六个代表着不同颜色发色的颜色 我们要邀请花花我们的船长 依次的转动转盘三次挑选出三个颜色 然后用三个颜色的画笔 在我们的火星图上绘制出来独一无二的我们的探索图好不好 好啊 好来首先花花第一次转动我们的转盘来 看一下能转动出什么样的颜色呢 对转动后面的来三二一 看一下 哇非常的厉害 花花转到了我们的日落宗橘色 来第二次转动我们的转盘 又是日落宗橘色 我觉得你跟他很有缘 来 用点力这次很大力 好花花转动到了我们的珊瑚粉色 来第三次转动我们的转盘 看一下是哪一个颜色呢 很有缘分来 再来一次 三个颜色都是非常热的颜色 这个是我们的火星粉棕色 来我们挑选出我们三个颜色的画笔 有请花花为我们画出来我们的火星图 那火星图呢 花花可以画火星上的地貌 火星上的风光 或者说你认为有什么样的火星元素 最能代表火星 可以考虑一下 平时有在画画吗 有小练过对不对 今天试一下 很少 但是有画 很少 可以试一下 不管怎么样我们画画的姿势一定要帅 对不对 画画的姿势非常的帅 现在花花为我描绘的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 它这边是尖尖的 然后下方是圆的 我们屏幕前方的所有的火星探测员 如果能够猜出正确答案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抠出来好不好 并且能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 哎 这个东西就是灵魂之笔 一下就让我看出来 这应该是一个火箭对不对 对 哎 是我们的火箭 是一个我们火星粉冬色的火箭 而且也是跟我们火星上的赤红色山丘同样的颜色 好我们一个火箭画出来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画一个好不好 好 好 选用了我们的珊瑚粉的颜色 来 看一下想画出什么样的 来我们来帮你们拿着笔吧 没关系 没关系 OK 想啊 来有没有头绪 想一下 慢慢来 我们慢慢绘制出这一幅独一无二的火星图 那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想一下火星上面有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沙漠 可能会火星啊 直接画个星星 我觉得这个太明显了 直接来个星星 对 就是火星 然后在旁边再画一个火 OK了 来这边 在我们再画一个 用我们的落日 是棕橘色 再来绘制出一个 我觉得可以画一个飞船 飞船其实也很能代表 可以 对吧 我直接说画飞船对于花王来说是不是有难度 说来就来是不是 说来就来 来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日落棕橘色的飞船 它真的是有那个飞船的样子已经出来了 下方画的是什么呢 下方画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有一点飞船的感觉了 哇哦 好 那我们三个分别是火箭飞船还有星星 想问一下花花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火箭或者是飞船呢 我觉得 探索火星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我觉得探索而且它的颜色比较可爱 就是 选中这三个颜色我觉得也都是非常独特的颜色 对 好那接下来呢 花花可以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火星图 进行合影留念 面向我们的摄影老师 我们屏幕前方的各位好朋友也可以通过截屏的方式 记录下这影答忘的时刻 花花每时每刻这个姿势都是很帅的 造型也是很帅的 充满着未来感科技感 好谢谢 谢谢 那我们第一个关卡已经挑战成功了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二个关卡 我们后方的地图也在进行变化 我们走到了第二个关卡 第二个关卡也非常有意思 它叫做火星情报局 我们将邀请三位我们的火星探测员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 参与到我们本轮的游戏当中 那我们想要参与到本轮游戏当中的好朋友 可以举手示意我好不好 好这位我面前的这位粉色衣服的小姐姐 举得非常快 好然后还有后方那一位小姐姐 对刚才举手特别快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这一位小姐姐 然后 好这边这位朋友 这边这边一位穿色白色衣服的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 好三位朋友已经集结完毕 来共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轮的游戏规则 来 浩浩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三位来自我们我们的火星探测员将会通过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向我们火星船长提供情报 我们的情报呢会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方 我们的火星船长呢要背对着情报不能看到情报好不好 好我们既然是跨星球跨星球的沟通当然不能用语言了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动作用我们的手势来表达 好三位准备好了没有 好那我们依次来好不好 首先第一位朋友可以看一下屏幕上方是什么词汇呢 可以给我们表达一下 好准备好了来开始30秒倒计时 他指向自己 歌迷 几个字几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火星人 太有默契了 好第二位朋友来向前一步走来准备好来描述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词汇是什么 好我们后面的第二个情报究竟是什么呢 来首先几个字 六个字 我已经听到你在说话了好不好我们作弊不要这么明显 好了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个logo对吧 然后 然后 然后后三个字呢 跟刚才第一位的情报很像 是我们最新发布的 欧莱雅火星 火星色 是的 六个字 我花花真的非常的厉害真的忍不住鼓掌 来第三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第三个情报 几个字 头发 两个字 头发是吗 黑色 黑发 你想表达什么 黑色 你们俩都用上手了 你们俩都用上手了 刷 染色 染发 是的 是的 回答正确 来下一位我们第一位小姐继续 好 我们三个字来进行描述一下 火星 火星 三个字 火星 演唱会 是的 刚刚结束的海口演唱会对不对 火姐认证 来下一个 我们下一个词语 四个字 store 你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星球 有我们的主题 我可以给我们话话一点提示 我来说说我们今天slogan的前半句 大家说说后半句 好不好 来 准备好提示 火星出色 少了一点默契 不过后面是探索计划 所以说正确的 一共四个字 探索计划 火星 后面是探索 火星探索 是的 来 我们下一个 我觉得现在我们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觉得哪一位表达的更加的准确 更加到位 我觉得我们第一位这位小姐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火星好礼 送给这位朋友好不好 也非常感谢这位两位火星探测者的参与 谢谢 可以移步至舞台下方 都很厉害 谢谢 真的非常有默契 也是非常非常机智非常聪明 来 回到我们的舞台CWave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下一轮的游戏了 那下一轮的游戏呢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说前面两轮是小事扭刀的话 下面真的是增加难度了 好 我们下面的游戏呢 叫做火星创想 在我们面前呢 一共是有六个 来自我们火星的投壶 那我们花花呢 要用我们的投球 投到壶当中 每一个投壶当中 都有一个来自我们欧莱雅的专属好礼 投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礼品 送给我们在场的火星探测员 好啊 好不好 好啊 好来 首先你先挑战 你先选择一个 你觉得比较顺眼的 比较有演员的 红 红色 这个大红色是吗 嗯 好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拿上一个投球 来 交给花花 我们要不要站近一点 因为我觉得有点难 这个要蛮轻的 我们站近一点好不好 这么近 好 可以 OK 来 准备好 不知道能不能投进 看能不能投进 好好 好厉害 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好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投到了一个红色 我们再投两次 好 来 我们再拿两个我们的投球 呃 可以换一个 对可以换一个颜色 好 好 很遗憾 好 再来一个 我们再来一次 就就想投他是吗 对 那么再近一点 来 对 好 哇哦 谢谢 非常厉害 我们两个投鼓当中呢 分别是我们的日落宗局 以及我们的火星粉宗 粉宗 那这两个呢 他们 他们的号码分别是 我们的7.45和7.25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直接在我们现场 朋友当中 因为每一个朋友都有一个号码牌 我们直接抽 25号和45号送出两份礼品好不好 25个可以 25号和45号两位朋友 可以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领取我们为您送出的专属好礼 也是非常好看的日落宗局色和我们的火星粉棕色 两款颜色 我觉得走在街上也是非常的洒 回头率一定非常的高 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完成了我们三轮的挑战 我们的火星团队真的非常的出色 非常的称职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给大家准备到非常大的惊喜 因为其实火星上有很多的颜色 随着我们未来科技的发展 随着我们探索 可能会发现火星上有更多的颜色 可能火星地底有我们没有见过的颜色 可能火星表面还有其他的颜色 所以说呢 今天和昨天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很多的火星探测员 用他们的双手创作出他们心目当中的独一无二的火星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共创场景 Let's see 好的 非常五颜六色 而且非常独特的颜色 来花花回到我们的舞台C-Wave 好的 那现在呢 在我们的舞台上方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火星探测者 他们创作出来的火星色 来花花 可以来挑选一下 你心目当中觉得非常好看的颜色 因为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五年的约定 就是你挑选的颜色 我们会在五年之后 2026年欧莱雅正式上市发布 所以说你一定要谨慎地挑选 然后每一个创作者真的非常的用心 而且都是非常好看的颜色 接下来挑选一个你最心仪的 最心爱的好不好 好 而且每一个都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可以在我们冷色系挑选 也可以在我们的暖色系挑选 这个是我们的 沙月兰 沙月兰 可以跟我们的现场的各位朋友展示一下 我们的沙月蓝色 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感觉的颜色 它非常有气质 有一种典雅的感觉 对 而且觉得会有点那种 就是有点文艺的感觉 很文艺 对 好我们这样还想挑选是吗 因为这边刚刚没有看到 没有关系如果你喜欢 这个文艺蛮好看的 还有这个白日梦是吗 来也同样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各位火星探测员展示一下 白日梦 这个颜色跟我们的沙月兰相比它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颜色 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女孩子 对 非常适合女孩子 就是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 是的 非常的可爱 而且也是很甜美的一个颜色 对 是的 好可以继续看一下有没有心里的颜色 谨慎的挑选 我们的混音船长非常谨慎 看到了它是吗 这个欧润橘色 我觉得这个感觉会还蛮有气场 非常有气场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一种很高能的色 对 立刻就是染上之后就会有一种自带BGM出场的感觉 对吧 跟你一样 你也是 好 那我们三个发色呢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我们的梦想能不能照进现实 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在2026年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的奔赋 这三个颜色呢 花花挑选的也都是非常好看的颜色 好 那此时此刻呢 我们要跟我们线上欧莱雅直播间的朋友说再见了 好不好我们下次再会 好那我们的火星出色探索计划仍然在进行当中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新品发布会的高光时刻了 好那接下来呢 开启我们的启动仪式的嘉宾 好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 我们即将出场的几位领导嘉宾 他们分别是 巴标赢 巴标赢亚市场总监蒋敏杰女士 巴标赢亚产品牌通路行销副总监汪岚女士 巴标赢亚高级线上零售经理刘嘉宏女士 以及巴标赢亚国际产品开发部产品经理陈斌先生 欢迎几位领导一步进我们的舞台上方 好的我们现在几位领导和我们的火星船长 都已经站在了我们的火星装置的两侧 接下来诚挚地邀请到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 跟我们共同倒计时三个数 开启我们的最终关卡 见证我们的高能时刻 三 二 一 超兰亚染发火星色 正式发布 好的 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 响起五秒钟的掌声 也有请我们几位领导嘉宾和花花 共同竖起我们的大拇指 为我们的欧莱雅火星色点赞 共同面向我们的声音老师 记录下这一难忘的时刻 好的谢谢 谢谢我们几位领导嘉宾 可以一步进舞台下方稍多休息 谢谢 那花花今天也是作为我们的火星船长 见证了我们新品发布的荣耀时刻 那此时此刻 有没有想跟我们现场各位好朋友分享的 就是今天来到这个火星色发布会现场 然后就 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也和朋友 然后还有歌迷相聚在一起 然后 过同相聚一套 对对对 然后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 地底下 我们下到小学的时候 我们先了一下 我们下到小学的时候 那是点黄色的